透过礼拜凉黄宝颤 祈取大众诸恶莫座 众善奉行 佛恩寺在每年11月 起见凉黄大法会 为的是让我们能在睡末 检讨自己 并颤处一年所犯的过错 凉黄宝颤就是要我们 用拜颤的忏悔之心 令自己诸恶莫座 众善奉行 我们从一年开始 我们经历了春夏秋 然后进入到冬 慢慢的我们会反思 这一年当中 我们所造下的种种的善 或者是不圆满之处 然后我们自己心生惭愧 心生忏悔 希望借由年度的年底 这样的一种的忏除 能够让我们新的一年 充满新的希望 凉黄宝颤非常的重要 但是现在的社会 大家都非常的忙碌 也不是说每一个人 都能够全程参与 所以师父在这里鼓励大家 我们要知道 一分的耕耘就是一分的收获 能够礼拜一天 我们就得到了礼拜 忏了一天的功德 所以希望各位居士大德们 能够知道这个讯息 也希望你们能够拨空来参加 对我们的身心灵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希望大家都能够 业障消除 忽畏增长 如松法师开示 若大众没有那么多时间 全程参与凉黄法会 可以依自己能力所及的时间参加 所谓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只要我们发前程心忏悔 都能得诸佛护佑 十方新闻黄慧如肖瑞丰 屏东采访报导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